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事關烏克蘭 拜登支持北約重磅計畫 江西老虎弓劍華受賄至少8361萬 手上有多條人命 不是從前了 北京怕自己撞上歐美槍口 朝鮮火箭墜骸 韓國打撈上岸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6月16號 星期五 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事關烏克蘭 拜登支持北約重磅計畫 兩名消息人士透露 拜登總統支持由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濤貝格提出一項計畫 即宣布烏克蘭無需完成北約成員國行動計畫過程即可加入該聯盟 美國新聞網站Axio報導 在下個月將於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舉行的北約峰會前 盟國在如何處理烏克蘭未來的成員國資格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分歧 現在就將烏克蘭納入北約的安全保護傘 實際上意味著定下了與俄羅斯的戰爭 然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認為 烏方已經證明了該國對聯盟的價值 必須給其一個具體的入盟途徑 據報導 拜登和德國總理舒爾茨是不願意超越2008年做出的烏克蘭有朝一日 將成為北約成員國的承諾人之一 不過 東歐的幾個北約盟國已經接受了自聯斯基的呼籲 並向拜登施壓 要求其同意表明烏克蘭將盡早而不是推遲入盟 這兩位消息人士說 斯托爾從貝格週二在白宮提出計畫方案 仍要求烏克蘭進行改革 而且與東歐的北約成員國的願望相反 它不會為烏克蘭的加入附加任何時間框架 美國官員表示 該提案超出了北約國家的首選路線 這些國家擔心烏克蘭的加入會加劇西方與俄羅斯的對峙 這位高級官員拒絕透露這些國家的名稱 但法國 德國和美國的官員過去曾敦促謹慎行事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說 拜登一直在尋找能夠統一北約的中間地帶的解決方案 並支持這一想法 目前還不清楚斯托爾從貝格的提案 是否能讓自聯斯基和其他30個北約成員國滿意 《華盛頓郵報》率先報導說 拜登暫時支持這位北約秘書長的建議 這將使烏克蘭與北約成員國芬蘭歸位一類 後者跳過了這個步驟 相比之下 北馬其頓在2020年加入北約之前 參加了一個長達20年的成員國行動計畫 江西老虎龔建華受賄 至少8361萬 手上有多條人命 6月15日 中共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前副主任龔建華在福建受審 其被指控受賄8361萬餘元 2022年5月 龔建華被雙開 當時中共官方通報稱 龔建華組織小圈子 小團夥 搞七個有之 私鄉授受 干預和插手司法活動等 大搞權力尋租和家族式腐敗 為他人謀取私利並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龔建華是中共十九大之後 江西第四名落馬的省部級官員 此前 江西省前副省長李一黃 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前副主任史文青 江西省政協前副主席肖毅先後落馬 江西是中共江澤民集團二號人物曾慶紅的老家 龔建華試圖先後獲江西幫大佬孟建柱 蘇榮強衛提拔 陸媒曾報導 龔建華曾給蘇榮夫妻送過錢物 還給蘇榮兒子的生意提供方便 龔建華獲得的回報是 在2011年調任福州市委書記成為一把手 2013年蘇榮離開江西前 還把龔建華確定為副省級幹部的考察人選 在蘇榮落馬之後 2017年1月 當時55歲的龔建華被調離 同時退出省委常委班子 轉任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 曾慶紅的新婦 中共全國政協前副主席 前江西省委書記蘇榮落馬後 與蘇榮關係密切的5名江西副省級官員相繼落馬 據海外明慧網報導 龔建華在擔任江西省南昌市政法委書記期間 南昌市數十位法輪功學員遭綁架 非法關押 酷刑折磨 甚至被迫害至沒命 龔建華對藍虎 萬里濟等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至沒命負有責任 龔建華在任期內 還組建以監獄服刑犯人為主的所謂法治藝術團在各地巡迴演出 其中包括污衊法輪功的節目 該團到學校 工廠 福建省一帶演出 毒害眾多不明真相的民眾 不是從前了 北京怕自己撞上歐美槍口 據臺媒新頭殼報導 邢海明本月8日會見在野的韓國共同民主黨黨魁李在明 公然批評韓國總統尹錫悅的親美路線 並放話賭中共會書的終將後悔 韓國方面不僅由外交部召喚邢海明表達不滿 國會議員討論將邢某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驅逐出境 連尹錫悅本人都把刑謀於19世紀曾經奉清廷之命駐軍朝鮮半島 作為作福的袁世凱相提並論 而中共當局則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敬說 當前中韓關係中的困難和挑戰不是中共造成的 韓民族日報的報導指出 兩國陷入了一場神經戰 雙方都固執己見 要求對方讓步 然而這次 中共可能無法像過去那樣修理周邊國家 報導指出 自從美國總統拜登就任以來 主要國家一直在建立反對中共經濟脅迫的聯盟 美國和G7其他會員國領袖在今年5月20號廣島峰會後的公報中表示 他們將通過啟動經濟脅迫協調平臺來加強合作 以加強我們對經濟威脅的集體評估 準備 威懾和反應 並進一步促進與G7以外夥伴的合作 在美國芯片製造商美光科技於5月21號遭到中共當局制裁後 美國宣布將繼續與G7及其合作夥伴和盟友密切合作 以應對因中共措施造成的半導體市場扭曲 韓國是唯一有能力替代美光提供中共產品的國家 而美國也需要與韓國合作 一旦中共試圖對韓國採取行動 美國將不會再像前幾年薩德爭議期間那樣 對中韓衝突袖手旁觀 報導指出 中共自己也知道 在它實施報復的那一刻 就自己坐實美國對其指控 老是經濟脅迫周邊國家 朝鮮火箭墜海 韓國打撈上岸 韓聯社報導 韓國軍方打撈的火箭殘骸長15米 直徑約2.5米 圓筒形狀的殘骸表面印有天馬的韓文字樣 以及天馬行空造型的標誌 可能是朝鮮千里馬一型的二級艦體 5月31日早上6點半左右 朝鮮在位於平安北道東倉里的新發射場 發射航天火箭千里馬一型 朝防宣稱 火箭上搭載了軍事偵察衛星萬里境一號 但火箭在一級分離後 二級點火失敗 與7.05分左右墜落在青島以西200多公里外的海域 韓國軍方在8.05分左右發現了火箭殘骸 並為其綁上黃色浮力帶以防沉沒 但在打撈過程中 由於殘骸過重 沉入了75米深的海底 報導說 韓國軍方隨後出動統營號和光陽號救援艦 青海號潛艦救援艦等艦艇及飛機 以及海軍海難救援隊潛水員開展打撈工作 火箭殘骸墜海15天後被打撈上來 但該火箭一級三級艦體尚未被發現 在韓軍打撈火箭殘骸的過程中 中方船舶一度出沒在打撈現場 因火箭殘骸墜落在公海上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落至公海的物體由先將其打撈出水的一方擁有所有權 目前韓國軍方已將殘骸運至位於平澤市的第二艦隊司令部 將對火箭的整體性能是否使用外國產靈部件 技術水平等進行精密分析 感謝您的支持和贊助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也請您訂閱並傳播我們的頻道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乾淨世界》